今天有一位同學有請假 所以我們會錄影 今天課長會錄影 喂喂喂 好 好 我可以開始嗎 好 那我們就先還是歡迎回到這個TDU數字方法 我們先要回顧一下上禮拜 我們現在開始終於講到Q為分方程了 那我們的起始點會是TD equation 也就是如果有這個變數叫做U的話 U對T的微分等於α對的U對X的兩千微分 並且在這學期課程以後我們暫時不考慮說 在整條X軸上面不從大到不從大這種的考慮 那個的話方法又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就是考慮有限的 左邊右邊都有一個Boundary 所以就是U當然等於UXT這樣子 的Notation 然後呢我們假設說有Boundary condition 在0跟L的地方 U等於0 在所有的使用器固定在某個溫度也好 沒有關係 然後另外一邊呢 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溫度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說馬上我可以得到一個終端節 馬上得到一個終端節 我把它寫成這樣說 U無雄大的X 這個事實上它也會等於Limit T取近無雄大 U 假設這Limit真存在的話 這個有點寄生在單身之一 不過我們就假設先 如果它存在的話應該長什麼樣子 如果這個Limit會受電的話 它確實我們也知道會受電 在α只要是W就會受電 溫度嘛 還有熱平衡 所以 達到穩定的狀態的時候 就發覺說它基本上 畫起來就是一個直線節 我想那個詳細的表達式 倒不是那麼的重要 總整個A1度 A2度 所以 畫一條直線 這就是中端節 這就是我們的中端節 穩定的那個T度 所以溫度的T度是一個長數 這種斜率是一個長數 這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呢 上次我們給大家建議說呢 接下來應該要 Lim一個 做一個小小的變數變換 LimU' PrimeU' LimU' XT 我們真正要寫的是UXT 但是我們先把它 這個中端節給剪掉 先把它扣掉 先把它扣除 這扣除 其實有個重要的意涵 扣除有個重要的意涵 就是說你會發覺說 這個時候呢 它的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就會變成 針對U' 來寫Boundary Condition 變成一種的0 那這個很重要 就發覺說 我們的Utada變成是 Utada 等0 在0的地方 跟在L的地方 就直接等於0 那這個相當的重要 後面其實隱含的 我們之所以一些JK Superposition 都是因為 所有滿足這個條件的函數 才會構成這樣 空間 這個是上次 我預言又止 真的把它講出來 但是比較技術性 大家說 反正這樣子 這樣子的解 就會生出來 但是你如果你想想看 這個條件的解 彼此接沒有構成像這樣空間 如果U1 XT 跟U2 都是這個的解 它們兩個加起來 不是這個解 加起來Boundary Condition 變成兩對A1 兩對U2 對不對 加起來的東西 並沒有滿足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所以所有滿足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我們現在還沒有講Initial Condition 只講Boundary Condition 只講Boundary Condition 只講Boundary Condition 的話 這種Boundary Condition 的所有能力函數 所構成的結合 不是一個相當空間 但是很簡單 扣掉它就變成相當空間了 這點我想分享給大家 這點我想分享給大家 那稍微講一個題外話 延伸的話 有個Remark 有個Remark 這種先把中關節找出來的技巧 可以延伸到2D跟3D的題目 如果今天要解一個2D 真實事件 一個平面上面或區域的熱或擴散防程式 或者說3D的 這樣子的解法是可以延伸到那個 所以它就有可以擴充到 Can be generalized Can be generalized to 2 or 3D 這樣子 先把中關節找到 扣掉以後 Boundary Condition 換成這個 我們的Boundary Condition 換成這個以後 Boundary Condition 換成它以後 所有滿足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以及方程式的函數 就構成一個相當空間 然後我們才可以什麼 複零結束才可以 疊加這些 才可以疊降 總之接下來 我們就如何使用到 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原來 可能會規定說 我們假設已知 U of x 在時間等於0的時候 是已知的 它是我們溫度的分布 我們溫度對時間的分布圖 這個已知 那我們就把它也扣掉 然後扣掉 那個Final Condition 所以我們就 U Tilde 0 我們就另一個 沒有用G 就是用一個符號 G 重新定義 G 等於 U 0 X 減掉 U Infinity X 扣掉以後的東西 當作是我們的 Initial Condition 當作我們的Initial Condition 所以 接下來 下一個步驟 Next 下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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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來順著想 可以把G 拿來做 蝴蝶技術展開 好 所以Choose 所以你可以找到說 那個基底 Choose基底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個向量基底 它是由 Sine L分支 Pi X Sine 兩倍空間頻率變化率 Pi X 然後 0.Sine L分支 Pi X And so on 這些就是 這樣的向量基底 它構成一個完備的基底 它可以描述任何 滿足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的 函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把G 用Beta來展開 我們就要另接 這個 X 總是 Summation N A N Sine L分支 分排 這個AN的係數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這個係數 只要是 Will-Behave的 函數 就是複製係數 展開 找那個係數而已 找係數的公式 點點點 有公式 有花火 有公式 有複製係數的展開 應該就是投影 我們把這個 G 這個函數 它代表是個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兩段等於0 Initial Condition 然後來複製成展開 展開以後呢 我就建議說 這個就會跟我們在前面一個月 所講的常微分方程 線型常微分方程 就有個理論 這樣就點結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東西恰巧也會是 這些東西 注意到說這個 Partial X 兩次 對 X偏為兩次這件事情呢 Sine L分支 NπX Sine 這個Data裡面的每個基底函數 每個基底的向量 一方面他們都正交 二方面呢 他們 在 這些每個函數 它都是Igon Functions 誰的Igon Functions 它都是等號右邊 這個 對X偏為兩次這件事情 對X偏為兩次這件事情 可以把它想像成 事實上就是一個線性變換 是一個線性變換 一般橫這個無窮微度的空間 上面 一般矩陣的話 是講N度空間 但這邊你的想像是有無窮微度的空間 但是呢 這個向量空間呢 它如果我們在上面定義 一個operator 它就是一個 自身到自身的線性變換 叫operator 算子 線性算子 這線性算子的話 你們會發現說 這些是它的Igon Functions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微分兩次以後 等於自己的 等於分之Ni平方 等於負號 的自己 自己 自己 我就寫自己 自己 因為它微分兩次等於 固定對數的自己 所以它是Igon Functions 對應到比較大Igon Value 所以 那我們就可以把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知道什麼事情 所以 我就說這個 A1 我們就把這個系數湊起來想像成一個 在這個空間裡面的某一個 向量 把它想像一個向量 那這個向量就是這個初始狀態的表達式 一種表達方式 那這樣好像什麼呢 這樣好像 這樣好像 我寫寫它有差料 這樣好像 我們先前講到說 如果 U. 等於 AU 而 U是等於 FINITE 就是 如果有線維度的時候 U1 U2到U1 U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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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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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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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這個地方 這個項量 用到這邊的想法是這個地方 因為已經用了 eigenfunction eigenletter 來重新表達 initial condition 然後才第三步讓它對時間引進 第三步讓它對時間引進 所以我們這個 接下來怎麼寫 其實這個可以繼續寫在 直接寫到那邊去 其實都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 來參考 接下來 讓它對時間引進去 讓 A N 這個係數 去對時間的引進 時間引進是 1的負 eigenvalue T 1的 eigenvalue T L分之Npi的平方 T N有N有 對不對 所以每個component都這樣一變 那這反問是誰呢 最後再投射回來 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 Q寫在這邊 就是 再去乘以sin 然後分值 Npi x 這是各自 對時間的引進 然後把它全部都加起來 全部都疊加起來 這就是答案 這兩者的理論 就變成是說 很有關係 直接等於 u t x t where 這個 a 怎麼選呢 a 都能把explicate 寫出來 0到 L去積分 然後 g sin 分之Npi x dx 投引過來 以後 再取一個 normalization 寫多變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好 所以 這個是我想說 我們上次的前行提 那當然最後不要忘了 最後的解 這個的話 你就看一下 它都會滿足 左邊 右邊等於0的condition 所以我們要 真正要滿足 原來的0的condition 的話 要把那個 終端節把它加回來 對吧 而 and u ft 等於 u 0到ft 加回來 你的 終端節 就這種 最後答案就是這樣 所以有這個 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那個 分離變速法 不管如何 它是一個技巧 我們不是說去否定它 不知道背後的精神 就可以跟這種 常微分方程的動態方程式 能夠做一個精神上的一個 相互的呼應 非常非常類似 三個步驟 先用 eigenvector eigenfunction 來 表達 來展開 展開以後 在一個新的座標系裡面 每一個eigenfunction 它會以正 e exponential 做eigenvector 的方法 來 對時間重點 做變化 然後 誰呢 它會各自的eigenvector 把它撐回來 矩陣的這個是 從右撐到左 對不對 從右邊看回來 然後矩陣前來 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把這項目 所以像剛才講 這個cobinvector 的時候 確實是這樣 所以以上就是 就是大致上 上次的前景是一樣的 但是呢 今天我們就是先 把它徹底的忘記 因為這個東西呢 如果我們說要 好吧 那開始來做 數字球線 也不是說不能這樣做 也不是說不能這樣做 也不是說不能做 所以說好吧 這樣就給定任何一個 initial condition 所以這邊可以講 所以 initial condition 可能是 for arbitrary 所以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要想說 for arbitrary g 等於這個u 等到 x 它的initial condition 不光是arbitrary 但是我們隨便畫一個 我們隨便畫一個 我們隨便畫一個 雅 隨便畫一個 兩邊等於0 中間可能有正也可能有for 反正就隨便畫 給定任何 任意的考慮的商量 也許它的close form存在 也許是我們這個測量結果 玩什麼 上面搭配sensor 這樣子 我們就發覺說 假設想要用右邊這種方法 來求數字求解話 第一步是不是就遇到問題 第一步 第一步要把每個Alan求出來 他就無窮多的Alan 只有變成無窮多的Alan 都要去求 所以第一步就會 也不是不能啦 如果你比如說 好啊 那我Alan有一萬種 可以夠多了吧 question mark 所以 也不是不可以 第一步就把Alan求出來 也不是不可以啦 但是 總之 Alan如果球出來的話 倒回去再上起來 就會得到 每個時間都是一萬箱的減 也可以啊 也不是不可以 也是蠻好的exercise 但是我們今天不介紹這個方式 剛剛這個有點trigger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只要能夠Evaluate這個定基分 就可以了 定基分到 所底下面積 這種有些標準數 也許可以這樣做 也許真的可以這樣做 也許真的可以這樣做 我們今天要講的方式是 就是 forget about 複裂極速散開 我們還是 仔細看看 這個方程式 我們來看 這個 U T 等於 U X X 這個是 這個 就是 先假設α等於1 好 先把α 假設到等於1 的情況來 做個 special case 然後 第一件事 我們要看 這個 U T的話 意思是說 等號左邊比較像是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好吧 那就是 U T 維分的定義 對 維分的定義 是這個 當 T 加上ΔT 減掉 U X 再除以ΔT 這個是 左邊的話 會近似於這個 對不對 違分近似於這個 只是 那 右邊應該近似成什麼 右邊的話 右邊 那 這個是U T U X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解釋 就是用 回到維基分來想 簡單 這樣說 今天要看到 回到維基分來想的話 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 作為方法 那 預告一下 今天跟大家講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呢 叫做 Explasive Solution 第二個方法 他有個名字 叫做 兩個人的名字 Crank & Nichols 兩種不同的方法 那 出發點 就是說 回到維基分來看 我們就來回到維基分來看 那 所以 U X X X 或者是什麼 對對X 編為兩次 那它編為兩次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覺得說 那麼就是 U TOP X分之1 對不對 那麼 U 對X 編為一次取值於 X加上 像 我要怎麼寫比較好 怎麼寫比較好 好像變成這樣 寫 寫掉 U X 平為一次 X 停 讓大家可以同意 我應該 近似於這樣子 同理 兩次 那這個方法 這裡面的U X 它被X為分一次 那 為分一次的話 又繼續近似 就是1 x,t,減掉u,xt 就再差分一次的事情 這意思 微分一次可以用差分一次來做解釋 微分兩次就差分兩次來做解釋 這就這麼簡單 那用來差一格的地方 差一格的地方 就u,xt,減掉u,x,減掉delta,xt 我們來試試看這樣小 好像這樣寫應該算是合理 就是用兩次的這個 去極限就會等號會成立 極限等號會成立 但是不取極限的時候 我們就做這件事 接下來我們會用到這樣子的一個 如果大家不反對的話 我們就用到這個 稍微整理一下 它就會等於 稍微整理一下 肉影 稍微看一下 我丟到平方就出現在分母 然後這邊稍微 上面的東西整理一下 好像一倍它減掉兩倍 然後再加一倍 好 所以這個的話 U 一倍的差 減掉兩倍 我們會用到這個結果 再加上右邊 結果應該說這是左邊 這樣 就這樣子 所以都打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 這樣終於算起來 終於算起來 所以 這個畫 再大家畫一個圖 我們來畫一個圖 可能我會建議說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把 簡單來講 就是 要 採取的策略 會叫做離散化 我們要把這個空間跟時間 就把它做離散化 意思就是 把連續的變成離散 這個也是正常基礎的想法 那接下來說 我們這個 是從 這個如果說 這是x等於0 這是x等於L 的地方在這裡 好 L 首先 我們去嘗試說 好吧 空間的話 我要 design 以Δx做為一個 好像一個新的 單位 一個距離 間隔的單位 這樣子 來想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建議說 好吧 那就 就開始用這個 畫一些刻度 點點點 畫刻度 實在說 這個每個刻度之間的 間隔 是 0x 好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 我來畫虛線的話 我畫得不太好 我看得比較好 等間隔來畫這個刻度 And so up 所以 不如我們就說 那 在0到L的這個範圍裡面 0到L的範圍裡面呢 我們Lin Lin 裡面取 到 N等份 簡單講 這樣子 我們在預定說 Lin 等於 L除了一個答案 大寫 這用N等份來做切割 這是空間的第三號 那 時間的話呢 就 有點 arbitrary 我們一次跳 ΔT這個長度 來試試看 讓時間也有刻度 好嗎 讓時間也會有刻度 時間也有刻度 好 所以 所有這些數值點的減 到最後 不外乎不知道 解那個格子點上面 會怎麼樣來演進 所以我們要解的東西呢 就是這些格子上的東西 格子 在某一個 整數倍數的Δx 跟整數倍數的Δx 之後 我們來做一步步來做預測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好 然後 Further我們來做一些符號的定義 給大家一些符號的定義 因為這個寫起來 每次寫這個主角寫起來很長 很煩 然後我們來做這個刻度 就是說呢 這個呢 這個點 我們 最後要解的這個U 當它如果是定義在 在 K倍的Δx 跟 J倍的Δt的時候 我們就給它一個符號 把它叫做 U KJ KJ 把它叫UKJ OK 那所以這個第一排 人像自己這個第一排 就是 U 一倍的 就是 U D排就是 U 什麼 K等於1的時候 J也等於1 第一個路 K等於2的時候 J等於1 K等於3的時候 J等於1 2 1 3 1 這是我們的D排 那到最後 最右邊的話可能是N-1 1 這個是我們要求解的東西 這是我們真正要求解的東西 寫Transport 不過接下來可能會用Transport來想比較方便 大家了解嗎 那為什麼等於N的時候不用求 就是 等於N滿足Boundary Condition 所以等於N的時候 跟等於0的時候 就 這個是不用算 我們要用等於N 等於0 這些都不用算 這些越是我們的Boundary Condition 打X 這個是Boundary Condition 等於0 等於0 但是裡面呢 要來做求解 裡面呢要開始求解 那這也是有給定 這個是Initial Condition 解的方法 很簡單 所謂的Explicit Solution 我們第一個方法就是明顯的 就是Explicit 明明白白的 沒有隱含的 外顯的 很大 Explicitly 我們會 看看這條方程 看看我們這個等號的左邊 如果想這個樣子的話 等號的右邊 想這個樣子 我們來請大家關注一下這個地方 請大家關注一下這兩個框寫的地方 這兩個框寫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一些 把一些Term挪動一下 可以把這個挪過去 這個不要 不要 不要這邊來 來 離譜 然後呢 這個減號移到框號右邊去 所以這又沒有了 這就是變成是UFT 下框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言下之意呢 這一項 碰到 四個季紅